花蓮縣的觀光亮點紅面鴨 昨天晚上在鯉魚潭舉辦了開幕儀式 活動有水舞燈光秀 跟300台無人機展演 含有璀璨的煙火 讓現場遊客看了是目不准睛 今年全新的15米超大充氣鴨也亮相了 希望藉由大型活動來帶動觀光人潮 五顏六色的燈光水舞秀 搭配璀璨煙火 300台無人機組成的紅面鴨 跟花蓮線鳥朱鯉在空中跟大家相見歡 不只有煙火水舞又唱歌又跳舞 就連扯鈴表演通通都有 花蓮夜晚好熱鬧 知名的紅面鴨重新建客 14號晚上花蓮縣府在鯉魚潭 舉行紅面鴨開幕儀式 今年全新的15米超大型充氣鋸鴨 以及線鳥朱鯉也亮相 現場還有超過30座的貓頭鷹 以及紅面鴨打卡裝置 讓遊客一次拍個go 每個禮拜六禮拜天也都有我們的這個煙火的加碼 白天每定時也都有水舞 紅面鴨活動移錄到8月11號 暑假到來 華蓮縣府盼望大型活動 吸引觀光客促進產業復甦 美麗的超級別人需要您的支持 解成金葉歡迎報導 所以大家在最終忘記賺的 招待這次 評價 評價